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台湾星光大道 让你去桑公敬礼 先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是陈惠文 惠文你好 大家好 黄光琴 光琴你好 大文 陈富雄 陈大老 开始一下 变红点 健康换手 所以是健康的 继续向前行 胡忠心胡大哥你好 新年恭喜 黄光琴大哥你好 大家好 这个周末呢 没有什么政治新闻 不过这个前副总统 吕秀莲接受了联合报的专访 倒是给民进党 接下来的五都的候选人 还有2012的总统候选人 投下了一点点的变数 这个联谊到底会不会引起 民进党内的又一阵 沙盘推演 我们先来听一下 立法院党团 对于吕秀莲副总统的高见说 选2012的人 就不要出来选五都 有什么反应 都以及2016 以及 这党未来的走向 是应该由主席召集 相关人士走下来 很恳切的 那大家不要 放开所有厉害的关系 好好来想一想 这样讲会不会觉得好像有点卡到那个 针对那个苏彦奖或是蔡普希而来 那个人的想法他都可以多一些联想 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些 这些私下方法 私下回应 都不可能成一个定案的东西 希望所有的人都不要下指导期 整个选战应该以民意为依规 那现在党一直在探索民意 未来推出的五都候选人 要是民众能够支持党可以胜选的人选 所以任何人都可能 但是如果现在说太多 或者下指导期 可能会让党有牵绊 吕秀莲是不是说太多了 下了指导期 我们来看一下 吕秀莲接受专访的大致内容是说 2012要选总统的人 这一次的年底就不要去选五都 他说想要用陈水扁模式 就是过去在台北市 选输了之后直拼总统的这个模式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用的 他说当年陈水扁在台北市长落选之后 选总统 所以现在大家说 选总统之前要先选台北市长 他说这是搞错了方向 因为陈水扁在第一任 曾经在台北市长 选的很漂亮政绩也很好 第二次叫做意外落选 所以才能够只选总统 如果随随便便就去选台北市长的话 不论有五选上都能选总统 那不就是谢长廷模式吗 那谢长廷模式的结果就是输了 如果说民进党要用这种 失败主义的话就不要选 所以他的结论就是说 2012想选总统的人 这一次不要去选五都 特别不要去台北市试一试 这个说法似乎蛮直接的就是在指苏贞昌 苏贞昌怎么回应 应该是现在专心来选立委补选最重要 至于政治的路最好不要有太多的算计 真诚认真一贯最重要 这个层次落差的蛮大 大家在讲五都2012突然进到了立委补选比较重要 其他的先不要谈 主持人刚刚说 这周休日没什么政治新闻 我来贡献一则 其实看完这个政治新闻之后 大概答案都揭晓了 答案揭晓 登在自由时报的头版 蔡英文的豪宇 蔡英文的新年新希望 七立委加五都全包了 都好啊 都全包了啊 全中啊 包中 对 全包了 那五都谁出来选都会赢啊 不是这样子吗 这个叫豪宇 讲好听一点叫豪宇 用台语来叫豪小啊 怎么可能七立委加五都全包 那国民党 你懂得国民党是什么 不可能嘛 所以这个呃 呃 吕副总统讲的话 其实也不是没道理 虽然吕副讲的话 通常不是民进党里面的主流意见 但是这一次他讲这个 我觉得还蛮有见底 我觉得有道理 有见底 是个拙见 呃 卓越的见解 不是卓烈 卓越的见解 因为大家知道五都选上的人 如果他在2012他跑去选总统的话 那五都 比如他选上五都的其中一都 那说我要去选总统副总统那怎么办 那要补选欸 我做到一半就落跑要补选 那个影响何其之大 所以其实吕副的这个我是支持的 蔡主席现在最重要的问题说 这些人选怎么桥定啊 刚刚你看到苏贞昌啦 蔡华朗讲那些 其实那些道理大家都懂啊 问题是民进党跟国民党 最终在2010啊 这个五都选举之前 人选还是得摊出来啊 我的意思是说两大党都会有阵痛 不管在五都的任何一都 可是桥的人选恐怕都有问题 像高雄啊 这个杨秋新跟这个陈曲怎么办 台北市相对 可是韩文兵里面党内也有人 对他有意见 我的意思不是那么的简单 但是最后会推出人选 主持人我的结论是说 有这么重要吗 必我补选最重要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说 五都谁赢 有这么重要吗 真的哪一都 有国民党执政或民党执政 真的差别那么大吗 对政党跟政客而言当然差别很大 可是对民众而言真的差别那么大吗 这点我是质疑的 对2012差别大不大 气势上当然是有 差别大啊 不过光秦民进党现在从这个 2012跟五都要不要绑在一起 后来说要分开 现在又有人要说绑在一起 到底该绑还是该分 其实吕秀莲吕富 他是在玩一个破梗的游戏 破梗 这个民进党 他破书贞张的梗 对他民进党这次选五都 其实是有梗的 他把这梗破了 就把未来的可能性 一一的戳破 那这个梗是出在哪里 就是说 有人就是有一套理论 说先在这个五都选举 因为要这个气势还有责任嘛 先选了 万一选输了 那就过水到2012 就酸总统酸总统 然后就拱出来再去选总统 那会给民众一个感觉 就是说 是不是在玩假的 选假的 当然就是说如果 就这个层面来讲 吕富把它戳破了 我觉得是有建设性的 但是你这样子一搞的话 民进党就算是有些天王 我举例好了 像苏贞昌 如果他投身台北线 万一选上怎么办 就被圈在里面 所以如果他去寻台北市的模式的话 那这个梗被破的话 就算他选输 吕富也讲了 你参加过五都 你就不能选了 但是如果你摆在蔡英文的身上 蔡英文人家说都会话 女性特质 很适合跟郝龙斌一战 如果蔡英文也是选北市 未来是不是可以搭档正副总统 那也是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照这个吕富的这个 选项里面 就是不能了 而且他加注于 就碰过了就不能了 就不行 他把它切割开来 那加注于蔡英文的门槛 就更多了 他还有说 就说 他这个是沿用阿扁的这个 这次蓬莱岛的那个里面的内容说 哦 那你当党主席的 你连五都连二零一 你都不能选哦 所以他借着谢长廷模式 然后去打书 然后防蔡 我觉得这是确立的 那最近有两个人点火 这个先点火的不是吕富 先点火的是谢长廷 我们都以为说 哎向庭我曾经也讲过说 哎不太可能跳出来 因为他还星向二零一二 可是他这几天有消息说 他跟有人讲说 哦他可能会去选这个台中市哦 那这样一来他逼江 他逼苏贞昌也要表态 说我们为了民进党 好没有五都拿来二零一二 所以你苏贞昌最好也能跟我一样 我们为民进党再拼一个五都 那这样的话 他就想把苏贞昌逼出来提前表态 如果苏贞昌被放在所谓的台北线 好最好你选上 他就把苏贞昌就圈进去了 就像辉文讲的 你不能才三个月 你就要去参加出演 就绕跑拜拜要补选了 所以谢长廷有他的计谋 这个吕秀莲 吕前副总统也有他的这个想法 但是我觉得两个相较之下 我觉得吕富的那个招数 用得更重重叠叠 一逃杀三世 也最好说那你谢长廷 你不要再用台中来过渡了 那我觉得吕富的那个臣服 在这个观点上来讲的话 是更深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两个赛局 一个是蹲低的 或者说已经快趴下去的人 他们会去对战 已经蹲够久要跳起来的 那个组合 所以我们看到吕富跟谢长廷 都有这样一个态势 看起来好像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神他好 我先请教光琴一下 是 梗那个梗 梗啊 台湾是怎么说 梗 我不能说 什么意思 梗就是说 我们本来去营造了一个 对 梗就是说 我们故事有梗 你有没有梗 我听不懂 这年轻人的术语 我的用语 我有老 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好 主干 就是我们菜固定 那里去那里去那里 故事的旋轴 故事的主轴 那个梗 我先讲 每次评论 李旭妮的时候 我都很遗憾的 坐在 胡中心的隔壁 为什么这么强 胡中心都不止一次 替李副总统传话 说我从来没有讲过他的好话 所以我要评论他 我心里头就事先有挂 挂心对线一下 你心里有一个 不过首先我要讲 我们应该讲 李旭妮副总统 又他言论自由 他就跟我们这个来宾一样 他可以 尤其他有选战的经验 他可以表达他的意思 这个就很好意的 很善意的 去那里讲 但是 我们还是逃不掉 因为蓝营 也有这些大佬级的 而且也是前副总统 那他们一放话 就会引起一些 一些波折 那李副总统这些 当然会引起很多联想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 就是说他根据他的想法 就好像我们来宾一样 这样讲 我觉得这个我没有意见 那第二个就是 他是有心机的 他有盘算来讲的 他讲五都加主席 加2012的总统候选人 七个 其实我一再讲 不是七个 只有四个 因为台中啊 台南啊 高雄啊 这个都不重要 其实就是新北市跟台北市 跟党主席 跟总统候选人 四个 要很简单的 就是这四个位置 不能有任何人 脚踏两条船 有占了两个 所以四个人 四个位置 要有四个人来安排 刚好四大天王 不不不不 这不一定 他 谁这样摆下去 这个问题就复杂了 所以你看那个 柯建民啊 跟蔡宏郎 都轻轻的拨开 因为民进党 不见得要这样的安排 因为这样的安排 对民进党恐怕反而不利 所以 所以这样摆下去 反而有空党出来 如果有空党出来 如果有空党出来 我先讲 如果那个时候 万中一新党里头说 这总统好说 没人要做 不请李副总统 下来选总统 你们猜他会不会答应 他欣然答应 我要讲 被你讲完了 被我讲完了 你破了他的梗 这个叫做你破了他的梗 OK 他当然欣然答应 那他讲到这个 西藏廷模式是不行的 阿扁的模式是可以的 因为阿扁在第一任有政绩 这个讲听起来 也都可以接受了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讲法 就如同光琴讲的 是冲着苏贞昌来的 是冲着苏贞昌 因为苏贞昌如果去选 台北市长 而没有选上的话 其实他可以选总统 可能这也很损失 所以我这里 我要先短暂的回应一下 那个 辉文 辉文说 选上的人 然后再去选总统 我认为民主进步党 这几个月 已经搞到里头 有一个共识 就是不管任何人 选上哪一个都市 不能选总统 我想这一点 这已经有高度共识了 我觉得这一点 有高度共识 所以会赢的都没有人下去 但是这不能排除 苏贞昌去选台北市 而输得漂亮 输得好看 所以这个不能排除 第二点 我觉得李副总统 这个讲法 除了针对 它有高度的针对性 他也针对苏贞昌以外 他也针对蔡英文 所以我觉得他心里头 对苏贞昌要选总统 或者是对苏贞沛 是耿耿于怀 请问仲欣兄 我这样讲 可以吧 你用了两个梗 两梗 梗梗 梗梗于怀 没有刻意讲他的坏话 这个应该是主梗在喉 另外一种梗 梗梗于怀 对 胡大哥 怎么看这个 李副的这个谈话 真的是针对苏贞昌跟蔡英文 我还原一下李副总统 跟我说 这段你听过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只是还原说 李副总统在很久 我觉得玉山周报的创刊酒会前 他找一些媒体人去说 他办玉山周报 就那么一次 我看已经一年多了 他说 怎么沈护雄都不是说我好话 拜托传话一下 就这么一句话而已 他请帖都没有发给我 我怎么 所以 就这样而已 李副总统在他观点 他现在是媒体人 玉山周报发行人 他知道说 要设定议题 一定要另立高论 光跟白人不一样 朝外报道 你看联合报今天报那么报 没有这个四版头版 他当然到达到目的 他知道说 怎么突出来 让大家讨论 第二点 我是觉得他的意见 听听就好了 把他当一个党员 或是前副总统这样听 我是这样想 但是我从里面 可以看到一个感觉 这感觉不是梗 感觉就是 我觉得第一点 他没有忘情政治 而且不排除参选总统 重点在这边 他不然他就不谈 人家说禅宗就忘了 就是坐旺嘛 盛督嘛 怎么会谈这个 表示说他一直在关注总统大学 所以我说不排除 我没有说他一定不排除 第二点他其他 还有很多议题在设定 比如说访问中国 还没有成型 放了好多次 新加坡联合早报 中心社 放了很多次 这都是一有所指 透过香港新加坡媒体 放给北京听的 第三这一天要丢出一个 马吕慧 他要以玉山周报 发行人的身份 跟马英九碰面 那你看 为什么他说 哈活加油 马英九 原来有 我在做球 所以他在设定议题 但是我现在我观察民进党 我会讲我把它跳脱 不谈旅行人 我是觉得民进党如果要赢的话 先打下五都再说 五都 现在四都是可能性很大的 包括台北市跟台北县 我说可能性 不是一定 为什么 如果把台北市台北县 一个选区来打的话 那不得了啊 打一个选区来打两个候选人 一起造势 那不得了为什么 你看今天一个新闻 观光信誉区的税收 超过南部八县市 所以打下一个台北市 迎人南部八县市 你这一个信誉区 就超过南部八县市的税收 你看多大 所以台北县市 我说 你五都 如果打下北县市 打下南高 诶 国民党只剩台中 我是这样 你明天要这样想 先赢四都再讲 而且周夕尔的状况不明 周夕尔几天前在上海放话 还不明 他到底要退 还要进 你看昨天吴敦毅一句好话都不说 吴敦毅在一起都说 欸 支持你一句都不讲 还说丢给党部 这个就是 表示党中央 马中央 对周夕尔是不满的 但周夕尔昨天在傻笑 他不讲话嘛 我今天很奇怪 就说 周不退 党政府表态 这人就是很多美感 民进党要注意到 知彼知己 但是我谈的 不是说五都 我现在请教民进党 你认为 民进党中央执政 准备好了没有 人民对你信赖吗 我建议民进党 不要太多时间谈选举 由于不要谈中央大选 人民会反弹回来 会反感 我谈的是 这百分之九 民进党基本盘 再怎么打再怎么吹 就百分之四十二嘛 你要中央执政 就四十二加九 我说光这九 你如果继续谈中总选举 这九就跑掉了 对不对 包括说 哎呀我现在有二十七席加两席 二十九席 我就四分之一国会多数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这种都不要讲 谈你过去执政 你的态度怎么样 怎么面对过去执政八年 也许陈淑北要交给司法 你不用碰 但是呢你未来希望是什么 如果你不能谈 就是啊我要五度要赢 要谈选举要谈总总大选 这百分之九的中间选举 是进不来的 进不来 你五度给你 五度都送给你好了 你也不能中央执政嘛 所以我说这个议题 如果有见识的民进党高层 尽可能不要谈 这样会比较好 这个韩吕秀莲吗 我认为李秀莲在民进党里面 是没有分量的 所以他讲了 你像柯建民 蔡航郎 都把他当做耳边风 那这些记者为什么访问他 因为他是卸任副总统 而且也没有政治新闻 有一个讲的比较不一样 就把他做报导 李秀莲讲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我看不出来 他难道对民进党有任何分量吗 他的人头党员都没有 他是最清廉的 最最最光棍一个 那李秀莲 李秀莲讲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跟陈哲平学喔 陈哲平那时候选 陈哲平是因为有水帘耶 是因为副总统听没有李秀莲 难你共治才会选得上 那你们难道都没有考虑有李秀莲吗 你们如果开门去北县好了 苏联昌来北市 或者是北市跟北县 两个都当选 那民进党谁来选 总统副总统 就苏蔡佩啊 北市跟北县的市长一起选啊 不是 如果他们当选啊 那李秀莲讲啊 当选就留在那边啊 你要选就不能再选啊 那剩下谁来选 谢唐廷跟李秀莲 剩下没有啊 尤其昏天王退休啊 那剩下李秀莲跟谢唐廷 谢唐廷再跟马亚酒再打一次啊 马亚酒坚真不做 上次没有打下来再打一次 也因为他们不可啊 那如果我现在还能不打 那我李秀莲来打也可以啊 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是觉得喔 民进党现在在那边瞧来瞧去 到底要党主席跟五都人选一起弄 还是不一起弄 跟国民党一样 他们都有人选的困难 所以现在两党都很难推出什么人选啊 所以目前你问国民党 他也是先把另一个选完啊 选完再来讲五都啊 大家都是立委补选最重要 对嘛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 都一样 我觉得两党面临的问题都一样 那政治瞬息万变 要看以后怎么走 谁知道马亚酒一年半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这么弱不尽通 害得美本来要推出政盘的 通通不退了 通通都跑出来了 就是这样子啊 帕老 有没有其他高见 因为有关于这个模式说 其实最早是陈水扁提出来 陈水扁提出什么样子的模式 什么样子的模式才能够让民进党胜选 那他当时提的三种模式 当然李秀莲是在中间做了一些变形跟推演 他当时提的三种模式 第一种叫做2000年的时候 林毅雄做党主席 因为林毅雄不想选总统 所以才能够全心全力辅选陈水扁 才能够赢得胜选 这是第一种叫胜选模式 那第二种呢是2004年 他自己兼党主席跟总统候选人 那就可以充分的掌握 党跟行政团队的配合 所以呢他又再度的连任成功 就是第二种他觉得会赢得模式 就是党主席兼总统候选人 但是他能够掌握全局的 那第三种就是2008年 党主席跟总统候选人是不同的人担任 党主席呢 是党内角逐总统提名的当事人之一 结果就大家在党内就已经 抬肩劳会劳底 这个陈水扁自己讲的 也好不完全 所以就后来就输了 因此呢 最后他的结论呢 就是要建议说 由党主席兼总统候选人 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但是呢他不是主张透过制度面修改 硬性规定 明年选出的党主席就是2012的候选人 但是他诚心的认为 该决定的时候就要决定 延宕不能解决问题 拖越久对党的伤害越大 所以陈水扁帮民进党提出的胜选模式 明年5月选出来的党主席 就是应该要兼总统候选人 所以2012的总统候选人 在明年的5月就要决定了 于是在五都选举之前就要决定了 他认为这是唯一的胜选模式 到底怎么办 原则上 比较陈水扁的提法 跟于逊的提法 我比较认同陈水扁 我觉得他比较没有私心 那里头 他说要按照原来的制度 就是党人要投票 这一点我是不同意的 但是现在民进党已经规定 这个党员的党费 要自己缴 要自己缴 所以党员会大幅下降 但是阿平为什么亲自 要照原来的制度 这个他的动机在哪里 我没有办法完全抓紧 但是他讲到两个模式 第一个就是说他2000年代 选的时候 就是有林毅雄当党主席 让他可以放心去选 但是他也承认 那个恐怕没有办法重复 没有办法重复 就找不到这样的人 所以他倾向第二个 就是说总统候选人 跟党主席是同一个 但是我也搞不懂 是为什么先选党主席 那这个人再去选 兼总统参选 我觉得应该是 后来推举出来一个 总统参选人 而那个人一旦被推举以后 就接党主席 这样的话 你是说可以五都选完之后 再换党主席就对了 我觉得他没有 那当然 我觉得民进党 要做什么事情 随时都可以改就对了 这个没有什么差 但是我认为阿扁也好 吕旭伦也好 现在其实民进党 党中央主席适者 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这够共够乱够差 他们民进党里头 各个派系 心里头自有主张 不过问题是今天 这个柯建民说 大家都忙碰你的 买点心肝来 如果蔡宏人也讲 也讲类似的话 这个叫律概迷章 如共 如显得说相关人士 有志这个选大选的人 其实利益 自家的利益 是摆在最上面 我认为陈特别人 不会不知道说 经过初选 会有劳会有劳力的情况 因为多一道竞争的手续 但是他为什么还这么讲呢 人籌党员假如再少 一些住主的党员 这些都比较深绿的 甚至比较驱毒的 这种情况下 对陈水扁目前的状况 还是关在里面 是比较同情的 那你为了初选 要出来的时候 多少要喊一点支持陈水扁嘛 司法人权总要再讲一讲嘛 对 以后对陈水扁要照顾一下 喊一点声音来支持一下陈水扁嘛 不管有没有选上 在初选的过程 陈水扁影响力会比较增加 要不然像现在 在里面好像没有人理他 陈水扁怎么受得了 他当然受不了 所以他也是把自己的利益 放在心里 其实阿扁喔 这三个组合看似复杂 其实就有两个点 一个就是说 看总统候选人的本身条件 2000年跟2004年都是他嘛 嗯 那一个党主席是林毅雄 一个是他自己 就是没有私心啊 第二次他04年 绝对会为自己 可是他举第三个例子 2008年 你看吧 不同人的话 就不行了 就有私心了 就是在现场庭 他做总统候选人 那我们再怎么全力浮选的话 他还是输 第二个点就是说 这个党主席 如果混入这个选战说 怕提名这个部分 他有私心 那党主席这个部分呢 其实讲来讲去的话 他也是某种程度在点 蔡英文嘛 那如果蔡英文他是兼这个党主席 那这个菜跟书是一体的 蔬菜配这个组合 某种程度我读出来 似乎他是比较支持蔬菜配的 某种程度他做了一个桥段 给这两个人搭 但是我还是要讲 吕富因为很多人 谈到他都很多争议的点 都很数落他 可是我觉得他今天这个谈话 我觉得给予肯定 就是民进党不要再玩那个鬼把戏了 认为说 好我们是很权谋的 我们去布局说 我们借着哪一个选举过水 我们故意去选输 选输了以后试来了 我们就 我们就这个 顺这个试来往前面搭 我觉得这个 大家已经看破了 如果用在以前 那个阿扁的模式 台北市长做的不错 然后后来选输了以后 有一个悲情 然后大家扶他上去 可是这一局大家也在议论嘛 你如果再玩同样的把戏 已经看破了 所以吕富这样子 有点清除入障 大家讲清楚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2012年的总统候选人 你有心参选的 你提前表态 把这个抽出来 那五都的人选 再去决定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也看到民进党几个问题 五都 那台北县程序选 没人啊 如果苏贞昌星向2012的话 那总统候选人 如果这样提前曝光的话 是不是一个好事 因为你这样副总统 你就提前也要 你就没有选择余地 你就非得提前的就曝光了 我觉得在战略上 或许也不是见得好 但是 他去破这个梗 把民进党的那些 所谓的那种各怀鬼胎 那种情势 先稳住了 也不要觉得老百姓这么好骗 你们搭这个桥 或做这种选假的这种事情 大家还要接受 那2012国民党的候选人也曝光了 曝光了 曝光了 就是马英九 那早就曝光了 蔡主席的难违在于说 这个一个待在看守所的前总统 还有一个在办报纸的副总统 拼命下指导期 下指导期 对啊 这个媒体报导说 吕秀莲的玉山周报要专访马总统 请问玉山周报发行几份 这在国内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媒体吗 那你不是说党政均要推出媒体 那你现在到底是什么 吕秀莲算是媒体人吗 2006年吕秀莲就想取而待之 他今天讲的话我是肯定 那这个人啊 2006干嘛 想把阿伯弄掉自己上啊 不是吗 2008也想选嘛 党内初选就输了 2012我呼应刚刚刘大哥提的 民进党不会提名吕秀莲 吕秀莲就算被提名了也不会赢 何苦呢 早就该退 他如果真的能够帮助蔡主席什么的话 就是 退出政产上闭嘴 就真的是帮蔡主席 我简单提一下 刚刚中心兄提到这个42% 观众朋友这个42% 这个数字 其实大家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这是 谢长廷跟苏贞昌的得票 阿扁八年乱搞之后还有42% 食人集团这种人也有42% 有上渡下窃还有联装也42% 所以国民党也应该去想一想说 怎么还有42% 民进党一票就站在桌上 黏在桌上上面还有42% 他只会从这里往上 不会再从这里往下了 对 我说已经到了这个 到了这种结局也还有42% 所以当张辉元啊 张苏文的爸爸去补选的时候 拿到22747 拿到22747票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台湾在选拟 那有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 因为选举没什么意义 我先回答为什么有42% 第一就是国民党的两岸政策 是让人疑虑 第二个 国民党的腐化的那个形象 没有彻底改革啦 不过我要回应一下光琴的 民主政部长有一个阿扁的参业 现在又加了一个李秀联 这可以不用听 现在又加了一个光琴 那光琴刚才的提议啦 我跟你讲 你刚才那个提议 你不会困扰民主政部长 我们两个搭一下 民进党就是 就是把总统候选人暂时按下 然后呢 比如说孙昌选台北市 那个 蔡英文选新北市 今天就没说了 然后呢 党主席再想一个办法 这个问题不难 然后去选 然后去选 看看结果 再决定2012的总统候选人 你那个 倒过来 不是 你说这里有诡计啦 就是 那林地雷 那林地雷 你可以这样想 那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没有办法证明啊 你没有办法证明 很多人是这样说的 你这样想没关系啊 很多人这样布局的 你有思想的自由 我有布局的自由 你没有办法证明 我这个布局就是冲这个来的 那就可以了 你到时候是不得不 只好走上这个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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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觉得党主席 跟总统候选人 到底应不应该同一个 嗯 这个也是看心情 也是看心情 对 看到时候的状况再决定 看看是谁 国民党是同一个嘛 那民进党也同一个就好了 不就解决了 不是啦 这种情况我是同意阿平讲的 如果林毅雄愿意出来当党主 或是类似林毅雄的 就是说 他党主席 非常公平 大家回家睡觉 都不会担心明天起来 太阳从西边出来 这个模式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参选人 跟党主席同一个也不错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肯定阿平 再讲下去 有人会敦请你回去当党主席 先请广告